在網上擺放的傢俬有四件或三件都不允許 上樓搬下來收你五百元 一來一回就很貴,就省不到錢 Hello 大家好,我是裝修學院校長Simon 上集講到買二手和一手的比較 如何透過買二手可以節省安裝成本和時間碼法 今集我們會繼續講如何搜尋二手傢俬 和如何買的時候可以防中伏 第一個提示就是談好了細節才開始做設計 什麼意思呢? 在我的經驗中,在網上擺放的傢俬有四件或三件都不允許 問他要買的時候,可能他已經賣出了 可能他不回覆你 可能說OK,然後賣給你的時候 他安排何時運送,如何運送,非常麻煩,令你不想買 對,所以有很多問題令你賣不到傢俬 所以你確保傢俬是存在才開始想 就可以真的節省時間和買到方便 第二個提示就是善用Keyword 什麼意思呢? 這些二手的傢俬平台一多人用 就非常難找到你要找的東西 如果你不知道關鍵字是什麼的話 例如打傢俬、鞋櫃 他永遠推出的就是安裝 來來去去都是放置頂的那些 但如果你想找一些 漂亮一點的、型一點的 沒有那麼常見的款式 你不會搜尋就永遠都找不到的 譬如,如果你想找一些 你打銀板兩個字 銀板傢俬 你就找到很多你平時搜尋傢俬見不到的東西 因為你夠specific 你的Keyword 越精準的話 你就找到一些完全找不到的東西 所以你一定要認識那個Keyword 你可以先用圖片搜尋 用圖片搜尋不到之後 然後就看看那個叫什麼名字 然後用那個Keyword去搜尋 你的效率就會高很多 第三個提示給大家一個小撇步 就是這個運送怎樣可以節省到錢 如果你跟那個賣家談好之後 然後就說運送 然後運送、談好,然後就叫車 叫車通常是GoGoWan 或者其他叫車的App 然後就會跟你談過錢 通常都會開一個挺貴的價錢 即是可能借車子搬上去 可能就收你250元 上樓搬下來可能收你500元 你一來一回就很貴了 賣家師就節省不到錢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先叫車 提供了運費在那個備註 有人接你才跟那個賣家談 那你就可以節省到運費了 約了時間再叫車 你就沒有選擇權了 最後提提大家 無論多少人用的平台 上面都樹大有枯枝 所以你就要看看對方的往績 它是一個有相遇的商戶 你才能跟他去交易 否則可能會被人騙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提示 就可以留言詢問 又或者可以參加我們裝修服服班 一天就可以學會很多裝修要關的 省錢、做好一點、做漂亮一點的各樣的提示 在Description box 裡面就會有更多詳情 下次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